欢迎收看金曲美声经典重现 我是高玉玲 现在全球各国歌手选秀节目如鱼后春笋 更是话题制造机 但其实啊 创始节目十足可是在台湾呢 最早的当然就是一个灯两个灯的五灯奖 多少大节目是从这个节目发迹的 之后超级星光大道更是造星的翘楚之一 从2007年开播 每届冠军都可以得到唱片合约跟百万奖金 在当年呢 是许多有梦想 却找不到舞台发挥的青年学子圆梦的机会 但也不是从这个节目出道的星光帮都大红大紫 红的大家都认得肖敬腾 林佑佳 杨宗伟 现在是独当营业的歌手 更有金曲奖加深 但也有实力派却很潦倒 像星光二班的季军叶伟廷 明明很会唱 心运却很差 靠着当和音在演艺圈求生 来看十年之后 那些星光帮的两样琴 还有一个人当年参加星光大道指拿下第十名 现在却已经是影歌两期的小天后 就是李千娜 很多人再度认识她 是因为电视剧《通灵少女》 李千娜在剧中饰演歌手 也唱了插曲 一举拿下金钟角的迷你剧集最佳女配角 而她温暖富有感情的嗓音 更让这首歌传唱独特表 先一起来听 李千娜唱国语歌动人 但她更喜欢唱台语歌 就来自南投的全波女孩 从小听台语 跟家人也说台语 是自己最神奇的味道 但多年来因为市场考量 一直到最近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台语作品 回忆当初参加星光大道 李千娜说她唱国语歌就被淘汰 但唱台语就入选 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唱台语很有能量 一月份她举办了新歌演唱会 歌谈新人黄紫娇也来助阵 还透露了当初帮李千娜写歌的小插曲 但你不要以为李千娜一路走来都很顺利 其实她也过过一段不为人知的心酸 在出道之前 李千娜曾经在工厂打工 也带过泡沫红茶店 牛排馆 也跑保险 还是为单亲妈妈 19岁就结婚生子 离婚之后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当年靠着参加星光大道顺利签约 在没有大红之前 三年零收入 还要去超商要集齐品果付 还好她天性满乐观的 在接连拿下金马金钟奖之后 她改名了 把李千娜的那字去掉了女字编 李求新改变 期许自己有一天 能摘下金曲奖 前一阵子就吹起了一股十年的挑战风潮 金曲歌王肖静腾 林佑佳跟卢广仲 这三位啊 其实也都出道超过十年了 巧的是呢 这三个人都是在2008年出道的 也在同一年入围了金曲新人奖 当年最佳新人是被卢广仲给抱走了 不过肖静腾最早拿到金曲歌王 而林佑佳虽然总是跟金曲歌王擦身而过 但是迷幻嗓音同样拥有大票死中粉丝 你还记得他们十年前的模样吗 欢迎回到金曲美声景点重现 华语老歌历久迷新 你会发现 很多戏剧跟电影都很爱穿插华语歌曲 最有名的就是电影《乌间到了》 里面用蔡琴的歌被遗忘的时光 堪称电影《炒热老歌》的最佳典范 这种善用反差跟共鸣的音乐结合 也被其他的电影仿效 最近爆红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 就大量使用华语老歌 《人生就是戏》 还有《我要非常今天》 构起观众误陷回忆 或许很多人都觉得歌手应该就是赚很多 其实不少人真的经过很苦的日子 像是张秀卿一首《车站》成名的早 但是他投资领财却起步很晚 原因就在于以前赚的都拿去荒家里还债了 而过去大红大紫的《龙千玉》 却是万年凄凉 虽然事业非常的成功 却面临白法人送黑法人 儿子车祸遇难 女儿也轻生 没有想到平安两个字 是如此困难 好的歌曲跟好的歌手 需要你我的支持 金曲美声金点重现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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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